朋友们好我是小三皮 刚刚从咱们济南章丘文祖街道的东张村出来 这是咱们村庄东头的广场附近的一座古桥 上面写的是王洞玉桥 今天的视频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咱们东张村 东南方向的橡皮山 带朋友们去看看 眼前的这座石桥看似年代也较为久远了 通过镜头特写 大家可以看到在桥梁上面的这两处砖雕 上面的图文雕刻的非常的精美 不知过去这两座石材取自哪里 看似应该也有一定的寓意 到时候有熟悉导师还望留言告知 貌似年代也较为久远 提到橡皮山也是咱们济南章丘文祖街道的一处自然景点 因造型奇特而出名 今天镜头带着朋友们一许来转一转 前往橡皮山可以通过济南章丘文祖街道东张村 东边文体广场这处石桥直接进山 眼前大家看到的是王冻玉家庭农场 到时候第一次过来的朋友也可以自驾导航 把定位定到王冻玉家庭农场附近 车可以沿着山路移植进山到山脚下 可以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处两叉路口 旁边还有一处小石房子 路过自驾过来的朋友车开到这个位置 找一处不爱交通的地方停下就可以了 然后步行进山 沿着右边的这条小路进山 可以直接通往橡皮山 大象造型的位置 沿途的山路都是这种小路 旁边都挂满了这种红绸带 路标方位也是一些有心的旅游朋友们 已经给他们打好地标了 所以说找这个位置并不难找 上山路基本上都是这种山中小径 难度系数并不高 顺着小路一直上山 到此会分为两个岔路口 左边的这条小路是通往橡皮山 大象鼻子都一只 刚刚看到这个树上还有一个黄绸带 右边这条路可以通往山顶 咱们往橡皮的方向走走看看 并不远 沿着小路往上走 攀爬岩石上去 难度系数也不高 不过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既然来了 就把镜头尽可能全面的给大家展现出来 上来之后大家能够感受到 其实这也是大家在照片里面经常能看到的地方 就是打向鼻子的位置 现在我拖的位置就在打向鼻子下面 整个岩石也是自然形成的 所以这种自然景观也是在咱们东庄村来说 周边打山环境来说也是一道亮丽的风采 从大象鼻子下来 站在这块岩石上 大家能感受到周边打山也是群山连绵 年的山梁可以通往国家庄 也是在深秋季节欣赏红叶最佳的观测位置 说后的镜头咱们上到山顶 给大家展现出上象鼻山 整体的一个个风墨 山下是东张村 周边打山环境 在深秋季节环境也非常的优美 镜头展现的地方是刚刚咱们爬到象鼻山 象鼻子的位置 来个特写镜头大家看看 这块岩石自然形成的景观 在此也是感受大自然的龟腹神功 整体路程并不远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看